西形盤的一條轉角斜坡上 有一間小小的面架 店裡模試牛腩的陣陣飄香 還會令人注足停留 牆上的首寫餐牌 青磚牙齒 紫皮石地 都仿此將時光定格在半世紀之前 老闆盧同明於70年代 接手了愛府的面店 已經做了52年 差不多8點要上來 又要煲湯 我們那些湯是用蝦米大地魚 豬骨熬兩個多鐘 我們11點要開工 我都很趕 還有其他東西做 煲奶茶 煮其他東西 都要時間 至於模試牛腩的製法 他亦都很無私地分享 最遲 都是六點多鐘要上來 即是上來這裡 我這裡做的 首先將那些出水 接著用蒜頭 薑 磨雪漿 即是磨雪漿 即是像麵糞的漿 爆香 即是慢火炆 若膜炆 都要最快 都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最快 除了時間 經驗都是老闆的獨門秘方 因為我們是靠眼淚去看 我們不是清的 那些東西 我沒有清過 我是靠我 知道分量多少 然後用手 扔鹽 那些東西 不是好像你們電視 幾顆鞋 幾顆什麼 我們不會這樣做 做不到 這麼多年來就是憑經驗 是的 一看就知道 憑著他的經驗 縱使時光流轉 知己的味道營究 其實我們幾年前就退休了 街坊說 不要啦 我們想吃點東西 這樣你做幾個小時也好 所以我們就11點 做到4、5點走 知己面家 就成為了西型盆街坊的食堂 不用叫 但是吃那樣東西 就像以前的人賣報紙 你走過 當然你看開東方 難道你忽然間看蘋果嗎 你都知道他要什麼 知道 就是怎樣吃都知道 各個吃法不同 例如吃的菜心 有些什麼都不放 有些是放腩汁 有些是放蠔油 有些是不要油 你做幾十年你一定知道 除了老闆 老闆娘都是店鋪的靈魂人物 場上的花麻餐牌 和店裡面的雲吞 都是老闆娘每日新鮮積包 問起老闆 借得他們娘夫妻撐起一間店 會不會很忙 都很忙 你不是就這樣做完 晚上又要洗碗 洗東西 其實這一行就做很辛苦 我什麼必要都不要做這一行 所以兩夫妻就抱著過日成的心態去做 做得一日是一日 剛才他們說 如果我不做的話 我不會傳出來說 我什麼時候 你都說 你在這裡 我就死了 是啊 店鋪雖然很小 但如果不是老闆細心地說 都不知道工作量是那麼多 和那麼繁複 做很多事的 你不相信嗎 都說好像超人一樣 做這些歌 你不要做 哈哈哈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